来到小琉球除了浮浅游玩外 当地的海产更是必吃的美食 信心海产店位在小琉球观光码头前最热闹的街上 我店是信心海产 位置就在小琉球的白沙 在S7的附近 店里所使用的鱼货 都是由当地人每天一找捕捉的鱼货鱼种 来作为每天的料理 以新鲜今天当地的货色 今天早上逼过来的货色来做 以新鲜的货色做给客人享受 当地特有的鱼类 经过老板娘的巧手 蒸煮炒炸的方式 一一的呈现每一道美味的佳肴 好吃又可具有特色 清蒸鱼 鱿鱼小枫 花枝丸 咸酥鱼 三杯赤龟 凉拌融螺等 主要是因为食材新鲜 简单的料理却是如此的美味 我们就是以六道菜为主 就是以这个鱼鱼小枫 这是很道地的琉球的特色 那凉拌融螺 那咸酥鱼 那三杯赤鹅豚 还有清蒸鱼 还有我们在地的那个花枝碗 这六道菜来介绍 清蒸鱼采用鹰鸽鱼 加入一般的葱姜蒜 以清蒸的方式料理 二十分钟后 美味即可上桌 清蒸鱼 吃得到鱼肉的鲜甜 肉质的Q软 那清蒸鱼是以这个银隔鱼 用花露 为了吗 来做清蒸 是以今天的鱼类来做 由于小枫 地岛人的特色 采用当地饰养的黑猫猪 将山城肉油炸后 再用鱿鱼卤制收干 咸香的山城肉 非常的下饭哦 这是由小枫 是以我们当地的黑猪肉来做 就是我们当地的 黑猪肉是有 这是自己饲养的 就类似说是野猪这一类 那它肉质是 比一般的饲养的猪肉 还来的Q蛮好吃的 黑猪肉就对了 那比如说我们以这道来做 是我们店内的那个 套客是最喜欢吃的 而且蛮下饭的 花枝丸 采用当地制作的花枝丸 分量比起一般的大很多 裹上蛋再经过油炸至金黄即可 咬上一口 吃得到一块一块的花枝哦 整颗的蛋是让它有这个脆度跟那个油力 赤龟是以三杯柴烧 搭配上九层塔 将美味更提鲜 吃得到烧烤咸香咸香的口感 让您更下饭 那肉的话就是以三杯 还或者煮汤 还或者炒那个姜片 酱油这样做 凉拌融融 这是当地才有的肉肉 要吃得到这道菜可要碰碰运气 它是看也有季节性啊 那确度的话就看我们怎么做啊 比起一般的肉质更大 更Q以两半呈现让人食指大动 咸酥鱼采用珊瑚椒鱼以高温油大致精华 沾点胡椒提味 人家说这个蝶浆菇 还有那个蝴蝶鱼 今天是没有蝴蝶鱼 因为那每天的那个鱼货量都不一样 那我们今天是以这个蝴蝶鱼来做这个咸酥 除了单点外也提供团体盒菜 以三菜一汤五百元起 稻食菜一汤的三千元 那盒菜类我们有三菜稻食 那也可以改变菜色 然后就以当地的店内的菜色为主来配 新鲜美味评价的小琉球料理美食 交给信心海产店 对 那就以顾客 有时候他们会认识说 那我们不喜欢吃蝴蚱 不敢吃蝴蚱的话 我们就跟他们换个东西 看他们喜欢吃什么东西 那以或是是以他们的 我们那个价位这样开始去配 也就看价位这样配菜 那他们的人数这样 看几个人数这样 我一般就是以客为尊 就看客人喜欢什么吃法 我们就怎么做法 也不一定说以店内这样做法 那就是要说客人吃的盲意为主 那也有代工 客人有时候他们会从外地拿过来吧 我就会帮他代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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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